把這個自動化後面全部都通通做好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做 第一個我們剛剛做幾個動作 先把清單裡面這些 通通都定義成它 上面的這個名稱 愛好多個啦 所以請各位自己再把 每一個清單都做完好了 因為沒幾個 來複製貼一下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再把你的問卷調查複製一個 Ctrl鍵按住拖拉過來 然後把裡面的東西清空 Ctrl shift向右向下 Delise掉就可以了 再來的話就是 去算那個 假設把那個 Ctrl shift向下 然後把比如年齡的話 我剛剛講插入函數 用那個V路函數 去查什麼 查前面一個 的 年齡 然後 Table Arrays F3 去找年齡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這個名稱好像跟上面名稱一樣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這個一定都是第二欄 然後呢 Range Lookup也都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 好像有一些東西是 他好像不斷在重複的 只是說順序 就是不斷在 往後 所以按個確定 然後向下填滿 再下一個 又好像重複一樣的事情 再下一個又重複一樣的事情 所以其實如果重複的事情一直發生的話 你大概有其必要 再利用開發人員 裡面的什麼 接下來 如果我看大溫同學對這個都不熟 當然你只要記得幾個動作 我把動作放慢 然後呢 你大概就是 細節部分 以後就 固定SOP就好了 反正你 不要知道太多 你就是 把那個固定SOP 記下來就好了 開發人員 看外面怎麼打開應該記得 早上打開 Visual Basic 裡面的話 記得 如果說我今天 打開之後 理論上 我先關一下 理論上應該是看到旁邊沒東西 我剛剛另外的檔案已經有寫好 那我寫 首先第一個 請各位注意一下 請你在 專案的這個地方 按下滑鼠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反正 開啟到Visual Basic 如果裡面沒有任何模組的話 你就是把程式 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OK我們就是把程式寫在模組裡面就對了 OK 所以你以後的話找程式的話 就到模組裡面去找 插入一個模組 那這個模組的話 我們 必須要給他一個 就模組裡面可以寫很多程序 那我在模組裡面再插入一個程序 當然第一個程序 就叫問卷調查 比如說我今天 希望幫我寫個問卷調查 那這邊的話 大家名稱打一下 問卷調查 OK然後呢 把它按個 確定就可以了 底下先不要管 因為他基本上如果按鈕一定是SUB 所以按確定 SUB的話呢 就付 就可以把它翻譯到 紫程式或副程式 SUB 在這個模組裡面呢 有一個紫程式 叫做問卷調查 那我希望呢 他幫我做什麼事呢 幫我跑個回圈 因為我重複嘛 從哪一列呢 從 第二列 Ctrl向下 到151列 所以 這邊的話呢 第二列到151 那你就可以把程式 寫在這個裡面 那如果重複的話 在VBA裡面呢 它叫FOR 所以你打個FOR 後面的話呢 列 我用一個變數叫I 等於 第二列 空一格 到 就是 151 這個可能就是有點 直 直序的 就是你跟那個Excel講說 你幫我重複做 其實這個意思就跟Excel講 Excel就看得懂 打個Nets Nets指的是 下一個變數 它就是I是從第2個 Nets變第3個 一直到151 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跳號 一直跳 那我需要做什麼呢 幫我把資料 所以這邊按個TAB鍵 下一階 那輸出到哪裡呢 假設我今天 要讓他幫我做什麼呢 輸出 假設我今天以哪一列來做列型呢 以這個 性別好了 性別是B B欄裡面的話 所以有打一個Sales 刮股 然後後面的話呢 先哪一列 I列的 B欄 然後B欄裡面要做什麼呢 等於 先打兩個雙引號 打兩個雙引號 這兩個雙引號幹嘛呢 你就把這兩個雙引號 放公式就可以了 實際上就是把我們剛剛的公式 放到這邊來 它會自動幫我輸出到B欄這個範圍 那我把這個這邊公式 剛剛的性別 裡面的公式複製一下 複製完之後呢 記得要取消 如果你們要按取消的話 他現在切不過 因為郵標還在這裡面 所以取消 然後再切 我習慣是從這邊切 或者是從上面這邊 Visual Basic 切 然後呢 把 剛剛的公式貼上 貼到哪裡呢 雙引號裡面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我把那個 性別部分 把它 丟公式進來 那我們來 其實這樣已經 寫差不多了 已經快OK了 但是還有一個地方 改一下就可以 那我先試一下 我先把那個性別裡面的這些資料 把它清除掉 Ctrl Shift向下 按Delete 清掉 裡面空的喔 那我們接下來呢 利用剛剛這一段 我已經寫了輸出到B欄 丟到這邊來 我執行給各位看 上面有個執行 就是Play的那個鍵 按下去 你會發現 它已經輸出了 OK 它其實就是 幫我把公式丟到這裡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I列的B欄 所以它會一個一個一個幫你丟進去 但是呢 其實已經 離成功很近了 但是呢 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 這裡面怎麼全部都變男生了 原來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呢 你現在輸出的 這邊是B2 但是下一個應該變B3 但是它還是B2 有沒有 它還是變B2 也就是說呢 我們的這個程式裡面 B2的2 可能要改一下 你必須把它改成I 但是特別注意喔 因為 I的話是從第2到151 就是你要去 隨著有沒有 隨著它那個 下一列下一列的列號 改變而改變 但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把那個I放進去喔 你不是直接把2 輸入一個I放進來 不是這樣喔 因為呢那個I是一個變數 那你要把它放在一個 這個叫自串 裡面的話 你要把這個I 放在這個文字 自串裡面的話 你必須先把這個 自串先切開 切開之後呢 把它用M的串接 才可以放個I在裡面 不然的話會發生有問題啦 因為這個是規則 最難的可能在這裡 那怎麼改喔 特別注意喔 把2 先刷一號兩個 OK 刷一號兩個是什麼 把那個 字串切開來 切開來變兩個字串 中間串兩個AND 再把I放到中間 這樣其實就OK了 不過最難的地方在這裡 那AND前後 要再加空板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程式就寫好了 如果說你剛剛那個 動作 假如 不是那麼好記喔 你可以記個訣竅 就是 乾脆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等於是 兩個AND 兩個雙引號 兩個AND 再加一個I就可以了 再利用空白 把這個AND前後呢 再隔開 這樣就OK了 那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說這邊 把它執行 有沒有發現底下就變動 所以你執行 假設程式沒問題的話 那 一樣的道理喔 如果這個 年齡部分喔 剛剛我們 已經做好了一個 大家把它刪掉好了 如果你不想要重來的話 我教過一個方法 其實你可以如法炮製 把那個 這一行 Sales B Enter一下貼到這邊來 那我要丟的 剛剛是丟B啦 現在要丟C啦 所以請你 把這邊改成C 然後呢 這邊的話呢 一樣改成C 反正你看到 B就把它改成C 性別的話喔 你就把它改成年齡就可以 所以可以拿這個來年齡 然後呢把這邊怎樣 再把年齡 好 接下來試一下 執行 全部都做好了 看懂意思吧 也就是說喔 B C D E 全部喔 一樣的邏輯 這樣的話 他就可以怎樣 只要你藍數多啦 反正我覺得用這個方法應該比用 剛剛塗完那個 來得快 這第一點 第二個是以後呢 如果你要重複做的話 直接呢 再執行一次就好了 以後不用再重新 如果你以前用塗髮鈴缸 你下次還是要塗髮鈴缸 但是這個的話呢 你做好一次 以後都可以重複使用 那只是說你可能要學會 如何在那個喔 在 Excel裡面喔 去做什麼呢 重複性動作 那當然幾個重點 先開Video Basic 一定是插入模組 再插入一個Sup程序 插入程序 程序名稱呢 叫溫捐調查 那頂多你可能要在裡面呢 學會一個回圈的概念 回圈的話 是從哪一個變數到哪一個變數 實際上就是哪一列 到哪一列的位置 輸出的話呢 哪一欄 前面這個Sales指的是儲存格 你要丟公式 到哪一個儲存格 所以這邊的這個等號 實際上就是把後面的東西丟到前面去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這個等號 你不要用以前學數學的概念來學習喔 這個等號 在這邊應該是把後面的東西 賦予到前面去 特別注意喔 因為我發現 蠻多同學喔 這個VBA程式學不好 就是你因為你包袱太重了 你以前把你以前學習的經驗拿來學程式 這是完全不對的 OK 請你把以前過去學數學的概念 流到數學 程式是另外一個規則 OK請各位注意一下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一樣的方法 所以 後面呢 其實帶著教育程度 收入 那其實我有一個簡單 像我的習慣 把這些全部當作C 然後呢 就把它 複製到這邊 就分別怎麼樣 去 貼貼貼貼貼貼 其實就可以馬上做出來 比如這邊的話 大概第一個 這邊一堆 不過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Ctrl C 然後呢 先把這些什麼 Ctrl V 先把架構 D E F G H I J K K到K好了 先不要一次那麼貪心 先把 需要的先把它改一下 就算了 先把這個 先把這一個 就算了 先拿出 是 Ctrl V Ctrl V 除了 Ctrl V C Ctrl V Ctrl V Ctrl V C C �